发生了高危行为后,很多人都会担惊自己是否会感染上艾滋病,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进行检测,早发现,早治疗。 如果检测结果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心里的石头也就可以早点落地,重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去。 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艾滋病的检测。 艾滋病是HIV感染的中末阶段,由于这个病毒能够持续地破坏CD4阳性的T细胞, 所以导致患者的免疫功能积齐低下,容易出现机会性感染和肿瘤发生。 因为该病目前尚不能够根治,但是我们有特异性的抗病毒治疗方案。 特异性的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患者体力HIV病毒的载量, 重构患者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 2019年的12月1号,是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就是, 社区动员同防碍,健康中国我行动。 主要就是在于强调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社会组织、 基层的医疗单位、居民委员会、聪明委员会等社区的优势和作用。 强调个人健康责任意识, 与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 共同防控艾滋病和推进健康中国行动, 从而为遏制艾滋病流行和健康中国建设,做出贡献。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 哪些人需要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呢? 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一些具有高危行为史的人, 包括仅发生过一次未使用安全套的一性间性行为, 或者是男性同性间性行为的人。 另外,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者是性伴侣。 其次,和他人具有共用蒸汽的吸毒者。 此外,在一些非正规的医疗单位进行拔牙、 纹身的人也是发生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那么,一些性病的患者, 比如说感染了梅毒、令病和尖锐事优的人, 他们发生艾滋病的风险呀,就会更高。 此外,我们建议准备结婚的伴侣, 都要进行婚前的艾滋病检测。 那孕妇呢? 建议他们在高发现怀孕的时候来进行检测。 此外,感染了艾滋病的妈妈、生的宝宝也应该来进行检测。 感染艾滋病后,不能够马上就能够解除是否发生了感染。 因为这存在一个窗口期, 也就是说从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 到蓄液当中能够解测出病毒或者是核酸的这段时间。 抗体检测的窗口期,一般来说是4到12周。 核酸检测的窗口期,大概是1到4周。 所以啊,我们建议在发生了高危行为以后的4周来进行抗体的检测。 那么,想去检测艾滋病的,可以去哪些地方进行检测呢? 我们图当中所示的这些机构呀,都可以进行检测。 首先,我们会用ELANSA等等这些方法来进行P24,GP120和GP41的特异性抗体的检测。 那么,如果初筛的实验是阳性的,就需要采用Vest Blot来进行业症。 那么,如果业症还是阳性的,患者应该马上到当地的疾病预防机构来获得免费的专业的咨询和服务。 争取能够尽早地接受抗病毒的治疗,因为治疗越早,效果呢,也就会越好。 另外,还可以到定点医院开展免费的抗病毒治疗。 此外,还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性伴侣,不要被感染。 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改者的个人隐私是守法律保护的,所以啊,不用担心个人信息的外泄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也不能够完全的掉以轻心,因为该病具有一定的窗口期。 在窗口期啊,患者虽然已经发生了感染,但是解测不到。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应当在8到12周以后来进行复查,如果复查仍然是阴性,那就可以排除艾滋病的感染了。 此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进行预防高危行为,这样就可以预防艾滋病的发生。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